印度這樣解讀不對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歼20有多猛 它是雙引擎的空優戰機 逆中戰機 它是2000公里的作戰半徑 歼20的交付量 預計在2024年是將近100架 2025年120架 這使得它的交付率 比美國的F-35高出250%以上 那還記得嗎 幾年前 在印度的陣風戰鬥機的數量 在中印邊界衝突的時候 它說增加到4架 然後中國部署的歼20 增加到20架 所以比例就達到了 中國5 然後印度1 結果你知道他們怎麼解讀嗎 前印度的空軍司令 這一位叫做巴多里亞元帥 他說中國增加歼20數量 明顯是對印度陣風戰機的反制 這出顯了印度空軍的水平之高 不是吧 你的意思是你印度陣風1打5嗎 不是這樣解讀的吧 應該是我們歼20很多 五架看你一架吧 將軍你怎麼看 對我們看看歼20 歼20它由成飛四川成都 飛機製造公司製造集團做的 最重要它是成熟了 你成熟的話就變量產 量產就快了 所以它在下水餃你看 它現在這個是每年這個生產 量產將近100架 那從明年2025年開始的話 量產每一年要120架 每年120架就是每一個月就10架 12個月120架就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你5年之後 是不是就600架就出來了 是這樣 那現在有將近300架 600架就800多架快1000架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這個就要成熟了 發動機也行的 發動機以前用俄羅斯的 現在用235自己做 對啊 換了中國新 也克服了心臟 因為發動機是心臟 而且它雙發 又是大推力 又給力 又逆中 因為美國的F35它是單發動機 它是雙發 雙發畢竟於單發 我們自己飛的我知道 雙發不管怎麼講 總是比單發安全 因為你單發 你發動機出了一些問題 就沒有了 動力就沒了 就沒有了 你部分馬力消失都麻煩 有時候我還遇到部分馬力消失 因為發動機它很脆弱 你吸到一個螺絲釘 或吸到一個石頭 裡面後面的渦輪葉片 壓縮機裡面打爛 對 那你怎麼 因為你轉速太快了 打爛掉 會這個樣 那你怎麼看印度的解讀 那印度的話 它是說這個 印度動作太慢了 那現在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飛機下水餃 一個下水餃 印度是 滷豬腳 滷豬腳而已 滷豬腳就一個 就一個滷豬腳下去 那中國大陸下水餃一直下 四架對二十架 都一直出來 它一直量產 那印度問題就是說 它的系統太多 以前向俄羅斯買米格機 你向俄羅斯買 蘇凱27號 蘇凱30 然後這邊向法國買 幻象戰機 後來現在買了標鋒 他剛才講的標鋒 打標鋒 那是法國做的 就像法國 有法式系統 有二式系統 自己就做光輝戰機 光榮戰機 對 你這個系統那麼多 這飛行員 想要向美國買F16 你這樣子那麼多的系統 我跟你講那麼多系統就複雜了 你的維修系統好幾套 這個是俄羅斯的 先不要說飛行員很忙 後勤系統更趕不上 完全不一樣 南緣北側 你這個都沒辦法通用 發動機不通用 所以到印度去 你的手機經常不通 因為你這個波段是俄羅斯的頻道 你這個波段是法國的頻道 你這個波段是美國的頻道 你這個波段是我自己的頻道 這個頻道 你就撿那個空空的 它兩個之間的差距那個頻道 拼裝的就對了 這個可以用 你這個省用這個 這個省用這個 你到那個省之後打不通 為什麼 你平淡不一樣 因為它都被這些頻道佔據了 我們知道 這個頻道頻率 這是有權的 你要去買權的 不是我今天成立一個電信公司 你有沒有買這個頻道權 這個頻道權是這樣的 那它結果頻道權都沒有了 因為軍用絕對優先 它是國防安全 對 完畢之後 占到這個空的 才是給民間頻道開放 所以這樣聽起來 其實印度有很多東西 講得很威武 但是都很難 它沒沒腳腳 所以印度的 你的手機在這個地方一通 在那個地方就不通 同樣這個 你不是吃到飽的嗎 不是吃到飽沒有錯 但是你的頻段 跟他的頻段是不一樣 雞同鴨講是吧 所以不通 是這個樣子 所以印度很多東西 我們看起來好像雄壯威武 其實裡面的貓妮蠻多的 但是它問題是 人總要壯壯膽 所以自己了不起 這前空軍司令故意拿出來 他總要的 非需壯膽 這阿Q 這都是有阿Q 那將軍我想再問你 波音 因為最近波音真的太多事情了 除了說呢 前幾天發生的這個波音 嚴重亂流 然後三分鐘 擊墜6000英尺 還造成一個人死亡 其實多人受傷之外呢 其實你知道嗎 原來波音 它也有研發 這個星際航線 就載人飛船 結果說花了10年研發 然後5月6號開始 其實它原本要試射了 但是呢 各種故障延後發射 結果問題糗了 原本呢 如果可以發射的話 這個星際航線是標誌著 美國歷史上載人飛船 第6次 處女航行 從水星 雙子座 阿波羅 航天飛機 Specs X的龍 到星際航線 結果因為它一直延遲 結果就有連鎖反應 什麼反應呢 因為NASA一直 沒有辦法有載人飛船 就要靠俄羅斯 那俄羅斯呢 就地漲價 據說這個所謂的 叫做載人飛船的船票 從原本2000萬美金 到9000萬美金 但更嚴重的是 大家在看 波音的品質 是否它 波音的問題正在擴散呢 我們來看到 受到這個新航的事故 其實波音當時候的股價 直接大跳水 然後呢 今天最新消息 美國聯邦航空局FAA 他說 波音777真的有致命瑕疵 油箱附近的電氣絕緣不良 導致油箱容易出現火源 會使飛機空中爆炸或火災 您怎麼看呢 波音這一系列 曾經No.1 現在呢 我認為波音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它設計有問題 當初的時候呢 波音737的時候 它那個上次在失事的時候 它那個公角 現在不是靠空速管在那邊吹 動壓系跟進壓系做空速的比對 現在不是 現在是公角葉片跟它的感測器在那邊 現在公角葉片都沒有了 是感測器 那公角感測器的 它的設計的 這個安全的欲度太小了 它這樣子會超速 這樣子會失速 這樣 您的論距太短 那波音的研發是不是也有問題 你這個 我講研發就跟設計有關了 就是講研發了 當中設計 你這個為什麼安全的 安全的範圍為什麼那麼的窄 對 所以那一次呢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空氣資料換算CADC 空氣資料換算器的時候 就是 就沒辦法換算 沒辦法 你這個任期太短 安全欲度就有限 第二個是它平管 你看一下艙門掉了 輪胎掉了 對 平管出問題 你設計出問題就算 你平管也出問題 為什麼還有輪胎掉的 起飛的收輪胎 要不要掉一個下去 那還得了 艙門飛走了 艙門飛走了 還有逃生門飛掉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這個有沒有密封 有沒有密合 還是說卡卡 就這樣子吧 平管問題 但波音也說得上是 美國No.1的名司吧 對 那這一次波音777 新加坡的 一下下墜這個的 是亂流沒有錯 但是我們知道 飛機上面 它的機翼 精翼還有控制翼還有副翼 它是有補償機制的 當然會有亂流沒有錯 但是你補償的 會減低它亂流的 造成的傷害 可能在這補償作用有問題 我們才會造成 當場死亡一位 然後71位 心臟病 心臟病 71位 那麼多 很慘 因為我來講 其實做民洋劑最安全的 伏龍劑那麼多 然後又有倉壓 你坐在地面上是一樣的 耳朵比較不會脹跟縮 是這個樣 因為壓力讓你跟地面上差不多 結果你這一次 變成掉一下掉6000英尺 怎麼會這樣 再厲害的晴空亂流 再厲害的噴射氣流 也不會那麼嚴重 6000英尺 我飛機那麼多 我沒有遇到過 我遇到非常嚴重的亂流 但是也沒有6000英尺 掉6000英尺 你看一下掉6000英尺 那是多嚴重 換句話它的補償作用 可能出了問題 造成它補償變成反向補償 變成回收作用擴大 造成它掉那麼多 是這樣 然後你看看它設計 最後一個講到77 它這個油箱 我們在一起背 我們這邊有時候 我們知道 從這邊可以飛到美國 不落地的 我們從台北可以 桃園機場可以直接飛到紐約的 那裡面的油100公噸 加滿100多公噸 100出頭了 你這100公噸的油 你電路有點問題 電路也有問題的話 會出火花 因為火花是油 這很可怕 還得了 可能會空中爆炸或火炸 因為你要飛機 你要翅膀 波音的骨架都要跳水 它有機翼油箱 飛機的翅膀是非常厚的 你大概像剛開始到 到易根階段 是大概你身高那麼高 很厚的 為什麼 裡面都是油箱 兩邊機翼都是油箱 你注意看 它很重 你注意看 飛機翼膀還會走 因為氣流的關係 它會動 但是不要忘了 你還有機附油箱 你租在下面 我每次看 你租在中間是不是 其實你下面是油箱 所以坐飛機最好坐前後嗎 100公噸 前後撞到不是都後面 後面空氣差 但是安全 你看要怎麼做 後面空氣最差 但是安全 前面的話 你面對前面 撞就撞前面 你是知道的 對不對 然後機身正下方就是油箱 機身油箱 兩邊叫機翼油箱 加起來100公噸 那你這樣子有個火花還得了 空中你還要 因為消防車待命 消防車在地面 那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這個設計上 設計上有問題了 對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美國最近有一些 包含從武器的設計 還包含在播音的部分 很多問題讓大家覺得 曾經第一名的美國奶安 接下來曾經被特斯拉都看不起的比亞迪 覺得怎麼可能你會是我的對手呢 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先來看一下 包括在韓國 你知道嗎 韓國搭的 韓國的電動車 一半以上 Made in China 不要懷疑 這是韓國環境部 2021到2023 他們首都圈 登記的電動車4000多輛 你知道嗎 56.2% From China 為什麼呢 朝鮮日報也告訴大家 因為就是好用 然後價格又便宜 為什麼可以便宜呢 不是以前大家想到 就偷工減料 No 是最新科技 現在中國用的是叫做 磷酸鐵離電池 韓國用的叫做 涅菇蒙電池 光是從原料你就知道了 誰比較貴 涅菇蒙當然比較貴 他比較稀有嘛 所以中國大陸突破了 價格的這個優勢 所以呢 中國大陸的電池 電動公車 直接比韓國製的便宜 一億韓元 一輛公車可以便宜 這麼多 想當然爾 好 雖然說美國現在加徵關稅了 8月1號開始 新三樣 中國電動車 電池 晶片 醫療 都要來加徵關稅 但是中國不怕 甚至特斯拉呢 他說 在沒有關稅有利的支持下 特斯拉在中國也有很強的競爭力 如果現在大家已經算了一下 如果再加上調整到歐洲標準 然後把稅都加一加 這一輛海鷗 比亞迪的高層很有底氣 他承諾 就算加完稅 我這一輛電動車 我賣到歐洲 絕對是2萬歐元有找 大約人民幣15.7萬元 你怎麼看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電動車 能源 新能源車 它的心臟是電池 對 那電池 它的成本就是在電池 中國掌握命賣了 因為續電 因為電池 你續航力是多少 而且電池不要忘了 你要快充 你不是說我用完畢之後 我要充電充一天 你這一天車不要跑 對 尤其是電動公車 對 電動公車 所以它這是有限制的 充電要快 然後續電要量要夠 然後價格要低廉 你價格低廉的話 如果便宜到230萬台幣 那你這個公車當然有競爭力 你要買這個 要買A還買B 要買A嘛 A它便宜嘛 那便宜在哪裡 因為電 因為電瓶 電池的關係 所以電池決定了它的價格 減停決定了優勢 那電瓶價格在哪裡 它材料 那這邊我們講到的 這個磷酸鐵力電池 它比它佔優勢 人家看就知道 那個鎳 我們知道鎳的比重很重 地球最裡面的核心就是鎳 我們的地心 沒人去過地心 大家說地心就是鎳 比重最重 那又重 然後問題是它的成本又高 鎳孤猛 你們看得知道嗎 鎳孤猛 你看這些 你很想看到這些名字 比方說它比較稀有 就是貴 就比較貴 那你要貴的便宜 那我就要把電池做成本低 成本低 我供車成本低 從而成本低 我就有競爭優勢 是這個樣子 比亞迪 它現在有個 海鷗的這個先備車 你看它後面的背已經掀起來了 才1萬美元 天啊 1萬美元的話 你要算台幣的話 才32萬台幣 這太有競爭力了 變成白菜價 洋蔥價 你今天就變成國民車 是的 那你要去買另外買這個 當然買洋蔥的 它只要是好 性能OK 不會故障 2萬歐元在歐洲太有競爭力了 那你現在加稅100% 變成1萬變2萬 那2萬我們60多萬 加完也是2萬 對啊 是這個樣 所以競爭力在這個地方 那你今天 你對中國大陸產品加稅 中國大陸也對你加稅 你要賣什麼東西過來 家電是不是 還是其他的電子產品 還是我們所講到的這種傢俱 那我要對你加稅 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就這樣互惠 因為有時候貿易保護 在增加關稅的狀況之下 你會 我們講到競爭力會降低 你是靠關稅 靠貿易保護出來的東西 將來是沒有競爭力的 那中國大陸會在這方面 那我提升 我提升競爭力 為什麼 我降低成本 我變成機械化 剛才你講的那個碼頭 我變成黃金比例 是這個意思 所以中國現在 的確有很多強項 這些強項呢 都不是你知道嗎 一步登天 中國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 所以呢你知道 紐約時報也說啊 車用電池就帶來了 地緣政治的優勢 目前唯一的贏家 就是中國 那最近巴黎奧運要開始了嗎 你知道義烏現在要開始忙了 他們現在呢 他說啊哇 今年前兩個月 義烏對法國出口增加42% 尤其是體育用品 激增70%啊 所以呢 中國的訂單又來了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可能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效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對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